我告訴你 陸祖菩薩也不識智 但你不要以為我不識智 我威水 你看我不識智 我多威水 有些人很聰明 我不識智 你看我多威水 你又不要這樣 在對自己不識智的時候 自己知道我為何今生會不識智 因為過往生一定是障礙過別人學習 一定是障礙過別人學習 所以這個因果 你是金生受保 那你金生就要好 怎樣 我以前障礙過別人學習 我今生要支持別人學習 人家說 我今天要去寫字 我的功夫還沒做完 你不要去 去吧 我幫你做 我幫你做 又或者佛堂的人說 我在這裡要寫東西 你收拾一下這裡 行不行 我快點收拾乾淨給你寫 總之就是成就別人學習 當你成就得多別人去做那件事 你自己這個因果就很容易遇上去 不要那麼輕易看著自己今生這件事 而不知這件事是怎樣的 不知為何會這樣 要明白這個因果 在這個因果裏面要改 為甚麼呢 你今生有幸碰到佛法 佛法代表甚麼 就是因果法 因為佛陀教的 因緣所生法 是佛法最奇妙的一件事 亦是所有其餘的宗教不會說的 就是因緣所生法 因緣所生法 是一個一個因果法 因為這個因到這個果 中間是緣 緣是影響那個果 因為有這麼多的緣 才會影響現在這樣的果 如果你現在不懂字 但你不明白 你不去了解 為甚麼我現在不懂字 你只要是自卑 要是自大 自卑就說 糟了 我又不懂字 又沒有讀書 又沒有錢讀書 我沒有用 真的沒有用 真的沒有用 由朝到晚便說自己沒有用 要是說 你多威風 你看我不懂字 都可以這樣 真的 你說是不是 你說我懂字 就不得了 是的 有些人真的會這樣 有些人真的會這樣 那麼 兩方面 都是不對 兩方面 都令你怎樣 在這個因果裏 再打滾 但是如果你客觀地看 是的 我明白了 就算你真的不明白 譬如我 我 金生想些甚麼 但我真的不明白這個因果 不要緊 你知道是因果就可以了 你知道是因果 那好吧 這個是因果 那我就金生 就改變自己 當你決定改變自己 而你努力去做去改變 你自己當下對你這個 缺陷的態度的話 我告訴你 你當下正在改變你的英國 你看六種菩薩不識字 但是他聽那個在查譜 聽到那個人讀《金剛經》讀《應無所注意》 他當下說 嘩 這個大朝偉 再進去 接著五組 五組 當他幫那個人開始讀《金剛經》給他聽 讀到那裡 然後 然後怎樣 然後《應無所注意》 嘩 嘩 當下開門 到他開了五組之後 他注釋一方 有個人來挑戰他 問他法法經什麼 他說 我沒讀過法法經 你告訴我 你讀法法經什麼 我就介意你 廣安老和尚 也是 廣安老和尚 也是這樣說 所以你說 這些大德已經開了五組 所以他不懂字 不重要 為什麼 佛以一音說法 隨類得解釋 什麼事 我講廣東話 告訴你 講英文的也懂得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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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佛以一音說法 佛就是以一音說法 隨類得解釋 即是哪一類眾生聽到的 都明白 都解釋 但我當然不是 連最普通的國語人 都聽不到我講廣東話 所以不要介意 但是自己要精進 你也不要介意自己的科技 你根本就不需要學 不要學 不要浪費時間 工餘時間 沒有時間去 我剛才說 要不就領埠 要不就讀心 我媽媽 目不識丁 不識字 但是他每天都拿著報紙看 他原來很多字 真的從報紙學回來 他沒有讀過書 那到他有病的時候 他去了歸醫 我就帶了他去歸醫 歸醫了 那時候 有個師兄 那時候 我也沒有學佛 我帶我媽媽去學佛 有個師兄 就給了一本大悲咒給我媽媽 她說給了一本白衣觀音經 是否有本叫白衣觀音經 白衣觀音神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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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不認識的 那時候我不認識 我媽媽就拿著白衣觀音神咒 我就不理她 你不要理她 一年 一年左右 她說她唸了大悲咒 她唸了大悲咒 她唸了大悲咒 有時候她不懂字 她不懂字 她不懂字 她就問我 我問我 老媽媽 我說我都不懂的 你不要學憾 我都沒有學憾 我都沒有學憾 我說你帶給我一個朋友 叫給你另一個朋友 你不要理她 她唸了大悲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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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 沒有事 只要持之以行 你不懂字 你都可以懂 你不要想著 你不懂字 就不用學 這樣就可以了 再給你一步 你不懂 你不懂